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接到求助 栏目组派出帮小妹实地走访调查情况 到达牛场 刚好赶上卢广要给奶牛积奶 上 上 上 你就这么轻轻一敲 他们就知道要去干嘛了 对 你看它们都走成了一条直线 然后排着队走出去的 这边呢就是在清洗奶的地方 先经过乾药液 乾药液的作用呢就是说给它们乳头消毒 然后纸巾擦拭 然后纸巾擦拭 擦拭 擦拭 然后提五八奶 对 提五八奶呢就是说把乳头这一块的 这点奶挤出来 那就是说刺激 乳房 多产奶 哇 有这么多讲究啊 很多讲究的 洗完乳房奶了就可以上杯开始挤奶了 这个怎么上去啊 这个 就给它往上一放就可以 往心上去的 对 这个它会冲吗 不会 它是一个真空往外抽的 然后一收一张 一收一张这样的 给它往上挤了 牛奶含有丰富的蛋白质 脂肪 维生素及钙等营养物质 是人们日常饮食中必不可少的一种饮品 据统计 2022年我国人均奶类消费量约43千克 作为牛奶消费大国 奶制品消费量的高速增长 也给奶牛养殖户们带来了更多的经济效益 但是 卢广奶牛厂的效益却不尽如人意 现在就是说平均下来一口牛可以产30公斤这个样 跟其他牧场比较起来属于是偏低的这么一个状态 人家好的是多少 好的能做到40多公斤 那一天下来这个产奶量能有 120多头牛一天挤两次 4吨多这个样子 一天下来差一吨多奶 对 这样子 那咱们挤完奶以后下一步要做什么呢 做化验 化验一共有做7样化验 所以说牛奶里边这些奶牛有没有用药 符合国家的规定 现在要求特别严格 就是说只要但凡有一项不合格的牛奶是拒收的 每天骑好的牛奶都要先经过卢广的自我检测 合格后才可以装车送至乳品厂 再经过进一步的化验和加工后 才能到达消费者手中 就在奶牛积奶的同时 工人们就已经打扫卷舍 并把饲料给牛准备好了 牛走 料到 卷舍轻 是卢广养殖奶牛的不二法则 就是说洗完奶回来了这些牛 就吃上了 对 这个跟他们就是产奶多少有关系吗 吃的这个料 还是有一定关系的 说牛吃的这个东西呢 不能发霉变质 发霉变质的容易引起牛的各种疾病 每一批的料进来之后 要带检测报告 我们要看合格不合格 我们还要自检一下 一个是为了牛奶的安全 再一个就是为了牛的安全 卢广他对自己奶牛厂的养殖 要求很严格 无论是对牛奶质量的把控 还是对饲料的要求 都很规整 除了产奶牛需要吃上营养大餐 牛厂里还有一些 需要特殊照顾的群体 毒牛 这是我爸 他正在喂毒牛呢 师傅好 你好 他们吃的是什么呀 牛奶 这些牛奶 也是挤出来的那些牛奶吗 对 专门预留的 他们现在多大了 也就一个月 两个月左右 一般是吃奶 吃三个月 三个月以后开始断了 有吃货吗 开饭了 早上是四点半起床 挤奶 然后就是挤奶喂小牛 就是厂子里 一般的到晚上九点半十点 对你们来说也没有节假日是不是 没有 只要是你能动 你就四点半起来干活 卢广的父亲卢国芳 2013年就开始养奶牛 经过多年摸索 他的奶牛厂发展成为一家 拥有530头奶牛的小型牛厂 2020年 在外打工的卢广回到家乡 结果父亲肩上重担 亲自打理奶牛厂 每个月出去学习 然后每个月参观 带着问题 再出去学习 再想到改进的办法 刚回来的时候 牛厂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简陋的 是那边的十年晚 然后牛的居住环境不好 然后新建设的这个 牛厂 这个相对来说 就比那边的条件要好一点 然后像这个烹零 还有上边的这个风扇 还有这个卧床 这些都是去其他牧场 参观学习以后 慢慢地跟着人家学习 做起来的 他们的智商 差不多有5岁小孩这样的 有感情的 你对他好 他对你好 那你们觉得 你们把他们伺候好了吗 跟其他牧场比起来 还是有一定差距的 你看那只牛给了你一个白眼说 还不够 对 还不够 他们都跟着你出来了 下午6点 挤完第二次奶 卢广带着自己的小牛 在村边的草地上散步 享受片刻的清闲 我们家养牛 时间也长了 也喜欢养牛 虽然说 现在呢 我们牛厂有了一定的进步 还是有很多不足的地方 在卢广的学习改进下 奶牛的饮食和居住环境等 都有了很大的改善 但奶牛的产奶量却始终上不去 让卢广十分困惑 这也是一直困扰父子二人的最大难题 反反面面的这个乘风气狗 所以说 我看下这样 也不正天 如果带牛苗尬听的话 说你不可能能加持下来 他们在奶牛的产奶量上 做了很大的努力和改进 可是这个产奶量它就是不理想 我当时就觉得 这么努力的人 他应该要有一个好的结果 为了帮卢广解决难题 栏目组检索邦邦团专家库 找到了一位奶牛养殖方面的邦邦团专家 本期节目邦邦团专家 刘晓军经营牧场十年 养殖规模650头奶牛 开始生了 对 那才能快点 邦小妹找到专家刘晓军的时候 正巧奔上专家牛厂的母牛产毒 由于生产时间过长 刘晓军开始为母牛铸铸 刘妈妈加油 你的孩子要出生了 双胞胎 是双胞胎 我的天哪 爽胞胎 为什么要给它搭上去 这个是为了防止它那个羊水吸到肺里边 刘晓军的父亲早在上世纪90年代 就开始养奶牛 是当地养牛的第一人 在父亲的影响下 大学主修畜牧专业的刘晓军 经过多年的学习和实践 也成长为养牛的佼佼者 今天我们就请来刘晓军现场帮卢广解决奶牛产量低的问题 奶牛的产奶量到底与哪些因素有关 让牛吃好喝好休息好就行 无非就是这几点 现场测试能否让专家刘晓军确定卢广奶牛产奶量低的原因所在 你愿意睡一个硬板床吗 不要走开 精彩稍后继续 卢广 咱们厂一共有多少蜜乳牛 120多头牛 单产和一头牛30公斤 平均30公斤这个样子 就现在这个养殖水平来说不算高 蜜乳牛就是我们平常说的产奶的牛 母牛生下小牛后开始产奶 产奶期一般在7个月左右 那卢广的奶牛产奶量为什么不高呢 营养比较全面了以后 它自然产奶就能上去 这是最重要的 先看吃的 咱们这饲料配方是怎么做的 我让饲料公司从外边专门找了营养师 过来帮忙给做的这个配方 卢广的奶牛饲料主要以轻柱玉米 燕麦 木许等草料 与玉米 豆粕等精料混合而成 合理的饲料配方是奶牛产奶量提高的前提 咱们这配方应该没问题 它的营养肯定是没问题的 咱们再看看它牛场其他方面存在什么问题 这个水槽也可以刷得挺干净 水也挺多 牛只有多喝水 它也才能多馋奶 就现在这个季节水温也可以 让牛吃好喝好休息好就行 无非就是这几点 按照刘晓军所说 要想让牛馋好奶 首先要吃好喝好休息好 卢广的奶牛吃的喝的都管理的挺不错 刘晓军把目标放到了牛平时休息的卧床上 卧床就是奶牛休息的地方 舒适的卧床能为奶牛提供良好的躺卧和睡眠环境 是决定奶牛能否好好休息的重要一环 直接影响着奶牛的产奶量 那么卢广的奶牛产奶量低 是否和他的卧床有关系呢 一番查看 刘晓军还真发现了其中的问题 为了能让卢广真正明白其中的道理 刘晓军和卢广帮小妹对奶牛共同做了个小测试 每人观察一头牛看看他是握的时间长还是站的时间长 咱们每人选一头牛吧 好 自个儿拿出手机然后记录一下时间 我就选我眼前这头 我选这个 我就选这个腿上有记号的这一头吧 这是我选的牛168856 我跟了他好久 他很长时间没有坐下休息了 这就是我找的那头牛 现在在这握着正休息了 这是我选的这头牛 他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握下了 这是刚找到一个舒服地儿 刚握下 我拿手机看了一下 反正站了有两个多小时 握了一个多小时 你那个呢 差不多 也是握了不到两小时 然后站了接近两小时这个样子 我这个基本也都这样差不多 咱先看看这边牛 你看这边牛都站着 牛一天三分之二多的时间 都应该在卧床上 按说他这四个小时 得有三个多小时就握着了 对 这说明还是咱这个卧床管理这块做的不太好 对于人来说 只有休息好才能工作好身体好 奶牛也同理 长期站立休息不足 会直接影响奶牛的健康状况 导致牛奶的低产 那卢广的奶牛卧床 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 说是让牛吃好休息好 但是谁又真正去体验过 牛卧到他卧床上到底是什么感受 这个你看一个坑一个坑的 也是说明他卧床电量太少 看这块 这个卧床电量都太硬了 咱们这个人这么躺上去 躺上去 都觉得不舒服 就这么躺上去 对 这样也 体验一下奶牛上去是什么感觉 咱们人躺上去都感觉不舒服 这牛个卧上去肯定他也不舒服 你愿意睡一个硬板床吗 愿意 牛也不愿意 牛也很聪明的 他也愿意找个舒服点的地方歇一会 那卢广 咱们这个卧床现在这么硬 已经有多长时间没翻了 有三四天没翻了 一般我是十天补一次料 垫一次卧床 牛它本身体重也大 它老在上面卧 老在上面卧 又压把这个沙子 肯定压得越磁室 时间长得不放松的话 肯定是会硬板结 咱们这个卧床现在就两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电量太少 然后第二个就是卧床太硬 刘老师也没嫌脏 然后直接一跪一躺 我自己没有跪过或者躺过 刘老师没来之前呢 感觉自己做的也挺好的 但是没想到空间还是有一定差距 刘老师 那这个卧床的舒适度 对产奶量具体有多大的影响呢 你看这个奶牛产奶 它也是通过血液循环来产生的 它只有卧下的话 那个经过乳房的血润量 应该能提高25% 奶牛这个在卧床上休息 从7个小时增加到14个小时的话 它应该每头牛大概能多产1公斤奶 那你这个经济效益 一下子就上来了 对 所以你可以看到卧床的舒适性 是多么的重要 对 牛进食后所产生的营养物质 会经由血液运输到全身 对于产奶来说 经过乳房的血液越多 由血液带来的营养物质也就越多 产奶量也就越多 除此之外 奶牛的躺卧时间越长 站立的时间也就越短 不但可以降低牛蹄病的发生率 还可以增加反厨 有利于奶牛的身体健康 与营养吸收 也会提高产奶量 现在它这主要是增加电料 然后把这个卧床 每天翻松 每天翻松 其实也就是把细节提上去就可以了 是 再抓一抓 抓一下细节 要不这样吧 咱明天去我的牛厂看一看 看上我们那边的卧床管理 到底什么样的奶牛卧床才是舒适的 只要这舒适度上水的 牛都愿意卧上去 专家刘晓军养之奶牛 有哪些独特之处 单产将近40吧 好舒服啊他们 自由自在的 不要走开 精彩稍后继续 我们来了 工后多时了已经 哇 好多牛都卧着呢 对 他们都在休息 只要这舒适度上去的 牛都愿意卧上去 我看管哥是不是 是 来 我过去看一下卧床去吧 你看那边翻卧床的车已经过来了 这就挺好沙子了啊 对对对 然后咱们这个卧床 一般要求的电沙厚度 一般在15厘米以上 然后前边这部分要求是 再高出个五六公分 让它稍微有个斜坡 让牛卧上去也比较舒服 也比较符合这个奶牛的 它这个生理结构 是不是就像人睡觉一样 就整个枕头 对对 跟它道理是一样的 也可以促进它血液的循环 能增加它产奶量嘛 沙层要厚了很多 确实是这样 你也要躺下呀 怎么样 感觉舒服吗 确实比我那边要好很多 对 舒适度要比我那边好 比我那边松了 同样是卧床 充分利用它 它就会成为 提高奶牛产奶量的催化剂 而做到充分利用 就需要在翻砂和舔砂次数 这种工作细节中寻找答案 您这边单产现在合到多少 单产将近四十吧 每头牛每天能产四十公斤 十公斤 对对对 您这边做的确实挺好的 生活舒适 奶牛才能健康 健康的奶牛才会高产 而在牛厂的另一个角落 一群代产的奶牛正在悠闲地散步 好舒服呀他们 自由自在的 您为什么在这边 专门建个运动场呢 这运动场也是 其实也是为了牛 让它多运动嘛 这些都是一些 准备快生产的牛 就跟孕妇怀孕以后 做走走以后有助于生产 也可以减少它那个产后疾病 对于奶牛的每个阶段 进行差别化管理 能够顺应奶牛的生理习性 为奶牛的舒适度管理 添砖加瓦 奶牛身体健康 心情舒畅 产奶量自然就会提高 我给你打电话 谢谢你 谢谢你 回来吧 回去 行吗 我再牛厂呢 你看这么多牛 你看不见吗 看到了吗 好了 一会再说 一会我给你打过去 好了 拜拜 你孩子这么年年了 对呀 我家姑娘 就真的是没时间是吗 确实是时间挺紧张的 咱们大部分时间都陪牛了 陪孩子的时间确实少一点 其实我跟卢广东一样 就是他现在可能没孩子 体会不到这种 我现在这种心情 现在我们家孩子里 跟我到牛厂以后 也愿意跟着我到牛舍里 喂牛 喂料 给牛喂喂水 其实我小时候也是这样 我小时候也跟着我父母 也到牛舍里喂牛 看见小牛了 也愿意摸一摸 抱一抱 打小就埋藏在心底的养牛情节 让刘小军这一路走来 每一步都很坚实 为了让卢广在提高牛奶产量的同时 未来也能有更高的效益 刘小军带他来到了自己的鲜奶吧 市场上琳琅满目的牛奶制品 您真的会挑选吗 有脱脂的 有脱糖的 有高盖的 针对卢广的奶牛卧床存在的问题 专家刘小军又会提出哪些整改措施呢 现在整个手掌都能放进去 确实是很多了 不要走开 精彩稍后继续 尝尝看看 我尝尝这种味道啊 甜甜 这个味道好好啊 就是它的奶香味特别的浓郁啊 对 一个是这种牛奶的鲜 还有一个就是说 它这种杀菌工艺不一样 保留的营养成分更多 所以这种奶香味会更浓一点 咱们这个巴氏奶就是 经过巴氏杀菌出来的牛奶 我们常见的牛奶按照杀菌工艺 一般分为两种 一种为巴氏杀菌牛奶 一种为超高温灭菌牛奶 巴氏杀菌是指 在70到85摄氏度温度下杀菌 这种杀菌方式最大程度地 保留了牛奶的营养物质 以及一些风味物质 营养价值更高 缺点是保质期仅为7天左右 而超高温灭菌 是指在135到150摄氏度温度下 顺时灭菌处理 这种灭菌方式 牛奶的营养物质损失较多 优点是在常温下可保存30天以上 但两者的蛋白质和钙含量 并无太大差异 现在市场上有很多牛奶 各种各样的 对 该怎么选呢 市面上的牛奶呢 它经过不同的工艺 脱脂的 有脱糖的 有高钙的 是这样的 不同的人呢 根据自己不同的体制 选择不同的牛奶 对 比较喜欢健身 减脂器的 就比较愿意喝那种脱脂牛奶 比如说 小孩跟老人 喝一点这个高钙的 这个补充这个钙的含量 还是比较不错的 一天的参观 鲁广不但学会了 如何让奶牛增产 更是开拓的销售思路 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第二天一早 一场针对奶牛卧床舒适性的改造 在鲁广的牛社 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它这个翻得太浅 下面都是硬的 光把表面给滑了一下 才是没有翻到位 它按说应该翻多深呢 得翻个十公分多吧 咱们之前翻的那个卧床 翻得有点浅 在翻这边的时候 把这个头往下扎一点 稍微翻得稍微再深一点 好 眼前这台机器 是专门用来给奶牛疏松卧床的 跟我们常见的悬更机一样 它可以把硬化的电料 进行悬更疏松 提高卧床的舒适性 这个还可以 这个 现在整个手掌都能放进去 对对对 那下一步再增加点卧床电料 让牛卧的更舒服一点吧 行 可以 咱们往平准地给它平一下 大功告成 我试一下 看得怎么样 我感觉应该挺舒服的 应该那边已经有牛卧上去了 对 来 我试一下 确实舒服多了 是 这边已经排好队了 马上就被伤了 咱们观察一下吧 牛卧床过来之后呢 帮我指出来 然后更加提醒我一点 牧场的管理 抓细些 往细地抓 越细越好 一点一点做好 然后牛会越来越好 吃进去的是草 挤出的是饱 吃苦耐劳 把一生都奉献给了人类的奶牛 值得我们每个人好好呵护和疼爱 不管是刘晓军还是卢广 只有把奶牛 当成自己最忠实的朋友 从每个细节入手 才会获得更丰厚的回报 最近卢广向栏目组 发来了手机拍摄的视频 我们牧场经过这个改进 然后完善这些缺点 然后去抓了一下细节 你看这个卧床 现在已经翻松 然后添加了这些 生素和消毒 还有 Lives Matter 这是混蛋 你利用了什么 你们考虑隐 avatar 你 sach拐 товare 完善下日 旅游旺季 让我登陆 为何他的民宿却生意惨淡 我们中国这个人只有3K吧 一截也没有 一截也没有 究竟是什么武林秘籍 能让深山民宿华丽变身 解了个武林秘籍 无决论 静静收看深山民宿逆袭记